在美国的科技围堵之下 中国有没有能力自己突破半导体 而中国现在本身呢 对于半导体的部分 其实消息相当的隐秘 有些是过分的bluffing 过分的吹牛 有些部分呢是相当的低调 到底状况如何 其实外界并不了解 但是中国有一个特征 这个政府呢 当然面临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有时候是好的 有时候是坏的 像当时中国的经济面临崛起 到了第六大经济期的时候 中国知道它必须有一套 完全不同的国际的战略 当时就要求央视你拍个影片 教育所有的全中国民众 因为央视是全中国的人 民众看的 如果还要给党的重要干部看 不需要叫央视拍摄 央视就拍摄了一个大国崛起 而最近中国的央视拍的 重要的政策是什么 叫做中国制造 这个制造呢是智慧的智 所以叫制造中国 未来的中国什么都要走向智慧 智能制造 我们叫人工智慧 他们叫人工智能 就智能制造 所有东西都往这方向去走 那事实上过去这几年 中国已经往这方面去走了 相当远的一条路 这里头呢 包括了像著名的振华重工 它的这个在港口里头的 起重机呢 已经变成是那个手臂 已经是全世界number one 不只是自动化的很厉害 而且它上面都有人工智慧的 各种扫码的功能 未来整个中国希望能够做到 智能制造 那么这个智能制造的情况里头 最近已经不是龙头企业 就进入了所有的中小企业 而由央视拍了这么一个纪录片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场 全民教育 即使川普发动的美中贸易战 和科技战 让中国制造2025成为敏感词 甚至一度从中国官媒上销声匿迹 即使拜登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企业 投资中国半导体 为电子量子信息 和人工智慧系统等三个领域 但中国从未停止 朝制造强国转型的脚步 这是定居深圳的英国博主 李芭蕾特 三年前参观重庆的 长安汽车自动化工厂后 最直观的感受 相比美国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这里的科技感与未来感 毫不逊色 从汽车业到传统纺织业 这里就是我们的 智能化袜叶生产车间 我爸妈他们都是老一辈 做袜子的 像以前做袜子的话 这个袜子要用手翻来翻去的 我们现在是用的 全新的数字化袜机 把以前很多的步骤 都已经省略掉了 就连田间地头 也有满满的黑科技 在大河湾示范区 投入使用的新一代智能农机装备 与感知系统联动 可以实时监测执行过程中 整个系统的变化 采集的数据及时汇总到 大河湾指挥中心 中心以数据为基础 通过分析建模 做出智能决策 为黑土地开两方 中国正全面利用人工智慧 加制造 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 这些科技手段 虽然并非原产于中国 但它展现出一定的企图心 要把它应用到最好 今天在中国的广袤国土上 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 已经超过150家 连接了8000多万台工业设备 每一个人 每一台设备 都在实时产生着海量数据 数据就是新的能源 就是燃料 有了数据燃料 人工智能的发动机 就会运转起来 当时杰克主要工业国家 纷纷推出自己的 工业4.0计划 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 也抓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将工业互联网和5G 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慧等 并列为新基建内容 自2018年以来 发展工业互联网 已经连续5年 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 每年还会发布若干的 推进工业互联网文件 这使得各行各业都积极投入 转型制造 中国工业信息化部与央视 推出工业纪录片 制造中国 创作团队花了一年多时间 拍摄40多家 最具代表性的智能制造工厂 涉及20多个不同行业 教育中国百姓 未来的产业模式 中国的工业互联网 如何从原本只是龙头企业 拓展至了产业链的上下游 从少数行业延伸至千行百业 这是中国从自动化 往前再走向智能制造的转变 过去中国政府经常要求央视 扮演教育的角色 但这次目的不是大内宣 宣传党的荣耀 而更要加上巩固内部的信心 当美国对中国科技围堵时 中国要设法突围 工业化量发展将最终推动 工业来自实体经济 整体的深刻的变革 重塑全球的制造体系 工业链体系和产业组织体系 从而推动生产力的重大的变革 它的位置仍然远远大于一致 更加波澜壮阔的场景 我相信还在后面 ого总体的改变 另一位就是 我相信 这个不是 我们可以 孟子 优优 感谢